这张图我见过两次 第一次是2012年在上海博物馆 有一个美国收藏的五代两宋的中国画的展览 在上海博物馆举办这张画出现过 第二次是在2017年 我正好去日本东京都美术馆 正好也举办了一次中国画的敬唐两宋的绘画的展览 也有这件五色鹦鹉图 实际上这件画我也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刚才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欣赏中国画 我个人实际上看过不少画 但是由于各种现实际上50幅中国画里面 并不是每一幅画我都能见到正极的 但是现在由于我们的高科技的技术 传真的技术 高仿的技术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见到很高清的电子图片 很高清的细节 那么这些东西也是我们现代人 欣赏中国画 欣赏画的一种便利的条件 当然这个和古人还不一样 古人可以拿在手里 然后前后翻看细节 他甚至还可以闻闻这个画的味道 这个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们现在的条件已经远远超出了古人 那么这件作品我可以说是我千年能够得见的 那么我想说的话 就是这件作品非常重要的就是 召集在表现色彩方面 中国花鸟画 特别是两宋的公比花鸟画 实际上在表现色彩方面是非常有它的一个特点的 中国画的花鸟画主要是欣赏色彩的 那么和山水画不一样 山水画是了解一个大的一个空间的变化 了解一种气势 气韵 但是这个花鸟画 着重于它的细微的那种精妙之处 来体现这个一画一世界 然后来体现它的斑斓和活色身香 那么这张花鸟画实际上赵洁在这张五色鹦鹉图上表达了 这个红 黄 绿 黑 白这五种颜色 然后这两只花是一个叫做杏花 两只杏花 那么这只五彩的鹦鹉实际上给大家的感受 给我的感受实际上是它是养在一个富贵人家的 那么实际上也就是召集作为一个皇帝 这只鸟应该是进贡给皇家的一只贡品 所以说它的那种造型也非常的端庄 它的曲型也取得非常的严谨 这个是公笔花鸟画造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 那么我再次解释一下所谓的怨体二字 那么怨体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两宋时期的叫做汉陵图画院 那么汉陵图画院在古代的时候已经有了 古代的西蜀南唐已经有汉陵图画院的 宋统一之后 它就是在两宋的建制之后 将汉陵图画院原有的汉陵图画院进行了扩建和扩充 然后规模的升级一时 那么汉陵图画院里面有供奉的专职的画家 我们叫做戴招 那么在汉陵图画院里面画家画的作品 我们实际上就称之为怨体画家的作品 也就是画院画家的作品 那么这个画院画家主要是为宫廷所服务的 那么赵集作为一个宫廷画家的 他既是一个皇帝的身份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画家 然后把整个两宋的宫廷绘画提高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在美术史上留下了众末农才的这么一笔 右边这部分是赵集的提拔 中国绘画讲究提拔 那么就把文字和绘画结合起来的 提一般是写在这个画面的前头 拔是在画面的后头 那么这些提拔的内容 既是作者表达这张画的主题 也是他创作的心迹 赵集有一点非常重要 他的画鸟画不仅仅像宫廷画院画室一项 描摹这个具体的内容 而是把这些绘画的内容 有了一个利益的表现 这个是一般的代招院体画家所不能自作主张的 因为他的一个特殊的身份 下面我们请方老师来聊一聊这个徽宗的这些提拔 好的好的 刚才邵老师说的很好 这个鹦鹉就是从外地禁贡来的 禁贡到开封 非常漂亮 给孙惠宗看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它是禁贡来的 然后再进一步说 就是这个提画师或者说是提拔 这个东西在画面的一个角落或者一个部分 在不同的方位 不同的方位 实际上它是我们欣赏中国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跟那个图像本身我觉得是构成了一个整体 对 是一个互补的一个关系 是的 特别是什么呢 这个提拔或者提画师有什么用呢 一个是帮助我们了解这幅画的背景 这个作者自己提的或者是朋友 同时代的朋友提或者后人提的 他会讲这个人为什么会画这个画怎么来的 然后呢 他会对这个画呢 做一些这个诗意或者利益上的提升 有一些提升 那么有时候作者或者他的朋友或者后人 会借这个提画师或者提拔呢 表达自己的艺术观点 我对于绘画这件事情我怎么看 所以这个部分是很重要 那么这段文字很有意思 大家看 就是前面它是一个散体文 实际上是后面这首提画师的序 然后后面那首是一首七言诗 赵吉自己提的 就是宋慧宗本人提的 提的一首七言诗 那么这个七言诗里面 它就告诉我们 包括这个前面的那个小序就告诉我们 这只鹦鹉呢来自林表 就是岭南 是岭南的人啊 山沟沟里的人 就是说叫霞州 就是山的这个深山角落里面的人 来进贡 进贡到哪里呢 九重生 就是进贡到我皇宫里面来 因为深宫 深宫里面 这个进贡给我皇帝看 那么这只鹦鹉呢 它不但是毛色 非常的漂亮 有五色 而且呢 它能够鹦鹉能言嘛 能够晖土多言 更好音 它会讲话的 跟一般的鸟不一样 是吧 然后讲它这个羽毛很尊贵 然后呢 好像也飞不了太高 是因为吃饱了 这个意思 那么大家请注意 刚才邵老师讲到 这个我们欣赏这个宋徽宗画鸟画的时候 要尤其注意它的色彩 就是看色彩 刷鸟画是心上色彩 那么它这里就讲到 讲到色彩 这个诗句啊 第七句 就倒数第二句里面 讲到香庸干指 成端雅 这句话 就是讲到色彩 香是浅黄色 就是脚丝旁一个成像的像 这是浅黄色 淡黄色 那个干呢 就是深紫色 那种紫黑色 讲它的脚趾呢 是紫黑色的 这个胸口的那个毛呢 是淡黄色的 这样一写 等于把这个画上的那个颜色 就用诗笔 就用诗的文字 把它盖过出来 显现出来 那么不是给我们一个 更明确的一个印象 而且它是这样写 它的脚趾是干这个紫颜色 实际上是跟中国古代文人 书写鹦鹉的这个传统 联系在一起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三国时候 有一个人祭鼓骂曹的叫弥恒 弥恒写过一篇鹦鹉副 那么它里面就讲到这个是干纸 它的脚趾呢 是紫颜色 所以呢 它是从这个书写 文人书写鹦鹉的这个传统里面来 所以我们读了这首提画诗 以及它前面的小续 就能充分领略 当时宋徽宗啊 作为这个怨体化的领袖 是吧 一把手又是作为皇帝 它那种雍容显雅啊 细细欣赏大自然的这种妙品灵物的这样一种心境 看完这时候我们再回过去看一眼 让大家再看看这个画 是不是更有直观的感受 虽然离得远 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一种色彩的感觉 大家还是可以 哎呀对 这个看得清楚 大家有机会是 能够到这个美术馆博物馆去看看原作 还是非常的精妙 对 我们打一下吧 旁边它的那个提拔呀 大家都看看 是联位一体的 这个是赵吉最著名的 叫做寿经体的书法 也这种它的解体 它的用笔也是赵吉的一种独创 像它的艺术天赋非常高 它这个书法近代人 有两位非常体现了 它这种书法的书封和书艺 一位是北方的花鸟画家 叫于飞安 另一位是南方的最著名的山水画家 叫吴虎凡 这两位老先生 传承了这个赵吉的这种书法的飘逸潇洒 但是从我个人来说 这个书法你开始上手学 这个寿经体还是有点困难的 有点它和传统的所谓的免礼长征 保持那种中庸之道的书法用笔还是不一样 它是有些剑拔弩张 然后有曲铁断经的这种力道 其实在书中邵老师对于寿经体 对于宋徽宗也有一段论述 我觉得也写得是很精彩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五色鹦鹉 实际上非常堂皇非常高雅 这种花鸟的气质和作者创作作者本人的气质 实际上画和人是合一的 对通过两位老师的讲述相信大家对这个五色鹦鹉图有了更深的了解 如果有机会去看一看原作 我们继续来看看还有什么精彩的画作 这张是赵吉的竹琴图收藏在大都会的美术博物馆 这也是他的一张比较精品的花鸟画 那么徽宗实际上他很多画有些叫做预题画 所预题画的他并非他亲笔所绘 他也有很多的证物 所以说很多的是请画院的代招画家来替他替笔 然后他来提拔或他来点题 然后还有就是他的预笔画 那么这几张作品应该说是美术史家考证下来 还是比较是皇帝亲自来画的 比如说这张叫做竹琴图 竹琴图旁边赵孟福元代的著名画家赵孟福写了一段拔 这个拔是写在画面的右手边的 是后人对前代画家的一种赞赏 实际上这里面有一句话 非常重要的是我是非常这个会能够打动你 就是说 动植物无不取尽其性 待若天地生成非人力所能及 这个非常厉害 这个是天地生成的画的画 虽然我们是人工的来描摹精准的来渲染 但是它感觉上这个东西是天地生成的 没有人工的一点点痕迹 这是中国绘画当中 特别是公笔花鸟 都是画到的一种境界 然后非人力所及 那么这个赵孟福是对赵孟徽宗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我们再回过来看他的这张作品 那么两只小鸟 实际上这个画面有一个小景了 前面是一只两只一长一短两只杏花 上面停了这么一只五色鹦鹉图 那么这个是一个小景 它有一个小坡 然后有这个丛竹 然后两只小鸟有一个互相有一个对应 它有一种话语 那么这个是中国画里面非常善于写声造景的这样一种表达方式 那么赵孟是非常擅长于写声的 大家可以想想看 在那个年代是没有一千年就没有照相机的 大家画完全是要靠记忆和眼力把图像保存在脑海当中 然后再不断地把这些形象落实到直面 实际上对于写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写声也是我们现在美术院校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么一课 就是通过观察 那么观察的点就在于你要有非常敏锐的眼力 把这些自然物相的所有的细节 结构 颜色 造型 质感 光阴 能够完好的全部留保存在这个画面上面 那么赵孟当时就有这种眼力 而且这个画史记载 他知道春日 中时 月季花 花瓣是什么样子的 他也知道孔雀灯高是先抬左脚的 这些他的观察能力和观察的仔细的程度 让他所有的宫廷的带着画家 都是非常佩服的五体投地的 对 所以非常棒的画家观察生活 就是不太适合做皇帝 汪老师对这些提拔这幅画有些怎样的感受 这个就讲一句话吧 提拔这个东西 它珍贵就是记录了这个官画者低印象 我看到这画最直观的感觉 那么大家看赵孟虎因为自己大画家 他前面那个部分都是讲他画得怎么好 取经其义 是吧 代表了他对宋怀宗这个画的一个看法 然后最后一句还有他一句感想 然翠儿小秦蒙圣人所录 义和信焉 这句话翻成白话文什么意思 你们那两只不知名的小鸟 本来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然后现在居然蒙这个道君皇帝本人给你们画下来 圣人所录 你们真是好福气啊 这个流传流方百世了 5000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形象 那么我们看赵孟虎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其实很感性的啊 就是有这么一个情绪的流露 很有意思 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艺术的意义啊 能够把几千年前的美好传递下来 让一些东西得到永生 得到永恒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我们继续看一下啊 好 这两张也是赵孟据考证 比较预笔的作品 《芙蓉景记图》呢 现藏收藏在这个北京故宫博物院 《腊梅山情图》呢 收藏在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么这两张画也是赵孟虎画的 也比较具有代表性 大家看到上面都有提示 从赵孟开始赵孟会大模大样的 能够把这个字写的这么大写在画上面 这个从以前的绘画作品来说 是非常少见的 特别是院提的代照画家 是不敢把这个字写在这个画面上面 他们写的很小 然后我们叫做藏款 一个非常谦逊的 不影响画面效果的 把自己的名号录在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但是赵孟的身份不同 他就敢于写 而且敢于把自己所想表达的意思 画面的利益 情感完全地就是落在了这个画面上面 而且占据相当大的篇幅 那么这个比如说 《腐龙禁忌图》这张画非常漂亮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曲式 大家看上上面没有一根直线 它都是曲线 从左下角的菊花斜入画面 到这个颈基 也是对角线的这种姿态 也是一个曲线 然后中间这根芙蓉 因为它要停这支颈基 所以说略略地有一点点的下垂 但是保持了画面的一种平衡 左上方一支芙蓉花也是曲斜式 最后这个颈基的试点 是关注在右上方的两支腾飞的蝴蝶 整个画面是一个非常具有动感的流线的S形状 或者我们称之为枝子形状 那么这个是画家的一种曲式的一种创作手法 那么中国画的构图实际上非常体现画家如何提炼画面 实际上大家在自然状态下 蛮难看到这么鲜明的 这么美丽的这种构图的方式 自然实际上是个无序的丰富的 那么只有画家通过自己的观察 然后去除很多妨碍你视觉的那种杂项 然后留存于最能够体现画家的利益 最能够体现这物相精妙的这种内容 然后呈现在画面上面 那么这个中国画里面的曲式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再看这个蜡梅山情图 蜡梅山情图它也是两株植物 下面一株叫做山繁花 是一种中药 山繁花 然后是一只蜡梅 从右下角曲式向左上方 然后这个枝条非常坚挺地舒展出来 上面有两只这个山情 实际上画面也是非常流动的 虽然简洁但是有动感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画面留有很多留白空白 这些空白实际上一个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提示 召集尤其他要把它所利益的 诗的内容有一个空间能够展示出来 另外实际上也让画面显得非常的舒朗 我们来看看这个诗文的内容 我们请方老师来为大家解读一下 这个两幅画讲到宋代花鸟话必说的是吧 对 这个景积图 非常著名 非常著名 那么他这两幅画有一点共同性 他都提了两个提了一首五言绝句 这个五言绝句非常有意思 大家说这个造极题在这里干嘛呢 我觉得是他想讲一些在画里面没有办法通过图像来表达的 意思他要来提升提升 画外的另一层深意 是是是 他毕竟皇帝嘛 那么他提升了什么东西呢 我前面两句这个景积图前面两句是写这个积什么样子 后面大家看 以至全武德 安逸圣福一 福一就是水鸥和鸭子 野鸭子 水鸟 这个景积停在树上 他很安逸嘛 比这个野鸭子和这个水鸥呢 要来得更安逸一点 那么以至全武德这个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画面上画不出来的 因为鸡啊 这种动物很奇怪 在中国古代叫他做武德之情 他具备五大品德 优秀品德 这韩式外传里面讲 怎么叫优秀品德呢 鸡这个头上不是有个机关吗 这个是文 文化的文 有文德带个机关 就是很讲文明 很懂道理的是吧 然后呢 这个鸡呢 他的脚趾后面 就是脚后面有一个叫趾 就是突出来的有一块 这个是武 这个是五个人打的时候 他可以呢 然后鸡又喜欢和鸡斗 这个是勇 勇敢的勇 然后呢 鸡呢 如果发现了什么吃的东西 根据古人观察 他嘀嘀咕咕叫 咕咕咕叫 叫了把同伴都叫来一起吃 这个是什么呢 仁义的人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姓 守姓的姓 因为鸡晚上守夜 早上报宵 每天都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鸡叫武德之情 那么这五种品德 他没办法画出来 或者没办法同时画出来 所以呢 造计在这个提画室里面呢 就做了这样一种概括和呈现 同样的 大家看这个腊梅山情图啊 后两句 他前面两句写这个山情的画面 怎么样子 后两句说 已有丹青约 千秋只白头 因为这个山情呢 有人说是白头 他脑袋上是有点白的 那么说 我跟你两个人 我跟你相约约好了 我要来画你的 画你呢 既是画你这个白头 也是什么呢 因为千秋 我们这个约定很长时间 到我也白头了 就我们都白头了 那么我也不忘记 要把你画下来 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一有丹青约 千秋只白头 他补充了 这个画里面 无法呈现 或者说 无法完整呈现的 他要表达的意思 所以这个赵纪到底是皇帝 他有这种总结提升的能力 一幅画画好 我还要给你提升一点 德行的东西 美好的东西 提升的品质 他有文的东西 附在了画的身意 画的背面 真好 继续来看一看 这幅太著名了 太有他的皇家气象 这幅叫做瑞赫图 我在这个书中也是提到 也是重点写的 这样一幅作品 这幅呢 我应该是在2018年吧 在辽宁省博物馆有个大展 也是中国绘画的大展 我也去看过这件作品 作品并不大 但是我也认为 这件作品呢 是在赵纪的绘画作品中 是非常特殊 非常有意境的 那么左边是画 右边呢 又是赵纪的一个提拔 这个提拔 待会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这张画 实际上我觉得 这个造劲的内容 和一般的普通的花鸟画 是不一样的 前面大家看到的 那些花鸟画 我们从专业的角度讲 它是一个折织花卉 或叫折织花鸟 它通过一只 一个井 一个小井 来表现大全世界的 这种细腻美好 但是呢 这个画面 它呢 实际上是一个 比较大的景致 然后呢 它不仅是花鸟 它实际上还有建筑 我们叫做 中国画里面叫做戒画 就是表达建筑的一些题材 然后它是有一种 我觉得还有一种 山水画的那种气象 实际上它是多种 题材的一种交融 还有一点就是赵基非常希望画的那种是祥瑞气象 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他作为一个皇帝 他希望这个国父名强 能够这个有祥瑞的气象 能够住的国胜 国运昌盛 所以说他画很多的题材 包括祥龙石啊等等 都是这种寓意 那么这张画也是 它是在公元1112年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 宣河门上面有一群 这个仙鹤在这个盘旋 然后他把这个景致落在了他的这个捐树上面 这个仙鹤呢 实际上也是一种道家的神物 这个赵基非常信奉道家 他觉得这是一种祥瑞气象 我的国运会昌盛 那么在我这个画面的描述当中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叫做入措 杭的皇帝 他本身呢实际上是具有艺术家的气质 他一心想望的是艺术的这种表达 和那种艺术的自由 那么这个是从这群 二十只鲜鹤盘旋上空 好像是在跳一个华尔兹的这个舞蹈一样 非常的有旋律感 实际上他就提 让这个作者表达自己的那种 对于自由的那种向往 那么下面这个宫殿是一种现实 是他身处于这个皇家的一个身份 作为一个帝王的身份 他不得不与现实低头 他有很多的事物 他要掌管国家等等 但是呢这个现实的这个 境遇和这个自由的浪漫 实际上是一种冲突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在这张画上呢 实际上是他一种心境的一种表现 那么中国公笔花鸟画非常讲究 我刚才说了非常讲究颜色 它那种那个湛蓝的那种天空的底色 祥云 白鹤这种颜色 实际上我们千年之后来观看它 还有那种光泽 仔细看还有那种光泽 然后有一种我们说的一种包疆 一种岁月流痕的那种美感 其实之前因为这幅图很有名 我们看到的时候 更多感受到的是 哎呀 皇家气象啊 祥瑞啊 美啊 但是其实尤其听了邵老师的讲述 看了他的这些书之后 会发现 就是他那种心里的这种冲突 那种对自由的向往 和对现实的这种桥 我觉得会有一种纠结 纠缠或者悲情的气氛 是的 因为我在写这幅图的时候 实际上我也动了很多脑筋 怎么来体现召集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 怎么来把这个画的物像 和他那种心境把它交融起来 是 汪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画面很震撼啊 特别这幅大幅的 我还没有到辽博去看过这个原作 从来没看过 这个是比较遗憾的事 我想将来有一天能够看高仿作品 但是仅仅是看高仿作品 或者画册上面看高清版 已经是视觉上受到强烈的 强烈的一种震撼 就是邵老师讲理想和现实 宫殿如果代表一个现实世界的话 皇帝的这个不得不处在的 这样一个境遇里面 然后上面那个天上的白河二十只 就是他的理想 那么这个是很震撼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画 放到更广大的一个宋代末年 就是北宋末年的思想 或者政治的一个背景里面来看 我觉得结合他这个提画诗 后面这首诗呢 可以看出一些东西来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宋徽宗 他是非常非常的崇尚道家 极其崇尚 为什么到那个时候 正好二年的时候 他的那个北宋的经济状况 已经是非常好 大家知道皇帝在面临一个经济状况 非常好的情况下 他再要有所追求 那么实际上就是追求长生啊 自由啊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是崇尚道家 崇尚道家 但是道家的这个祥瑞 你喜欢祥瑞 但祥瑞不一定来啊 是吧 你等也等不来的这个东西 你越是想他来 他越是不来 结果呢 这个造极好运气 正和二年 正月十六 他说是上元之次席 正月十六的时候 二十只先和来了 就飞到他宫殿上头来 那么这个祥瑞等于是到现实中来 这个对于他来讲 这么一个喜欢祥瑞的皇帝 这个无疑是一个 你说一个理想实现也好 对吧 人生目标的一个阶段性实现 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是一个非常好的兆头 好的兆头 对于他本人 对于这个国家来说 包括对于他崇尚的这个道教来说 都是一个好兆头 所以他有一种欢天喜地之感 你看 还说这个当时开封京城里面的大臣 这个老百姓都棘手 棘手瞻望 就是这样养着头 养儿是吃 然后你们看他这个二十只鹤 他不一样 两只停在那个吃尾 就是吃吻上面 吃吻是那个宫殿上面 最最顶端的那个 那个一个怪兽 据说是可以防火的 防火的吃吻上 有两只 两只 然后剩下来的在天空中 做一个椭圆形的这样一个盘旋 那么他这个诗里面呢 其实都写到了这些情况 但是呢 那个诗呢 这首诗我觉得他写的一般般 就是从诗的角度来说 其实写的一般嘛 就是讲他三山 就是仙山 三座仙山是吧 然后讲今天 亭道宫殿里面来了一般 但是人通过诗前的小叙 大家就可以看到 当时这个老百姓也好 陈明也好 他自己也好 欢天喜地 迎接这个祥瑞的 那样一种心情 这可以看到 结合这个提拔 结合这个画 我们就好像回到了 当年的那个场景当中 也感受到了 这个一群鹤的飞舞画家 把它处理成为一种圆弧心 实际上也是一种圆满 中国人对圆还是非常有爱好的 是一种圆圆满满 周而复始的这种状态 所以他也成为我们现在 对祥瑞的一些向往 这张祥瑞图实际上出现在很多的背景 或者是我们现在做衣服 或者是做布景 经常会出现这张作品 它既有浪漫又有庄严 实际上是它的信息量是非常丰富的 而且这两种颜色的配色 现在它这个特别高级 非常高级 就感觉是皇家之旗 我觉得一个是它用颜色用的高级 另外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个岁月流行的那种包浆 也让它显得非常的稳 然后沉 因为中国画颜色里面 特别是照级运用颜色 它一个特点 它一定要先是艳丽 华丽 第二个它要沉稳 那么这两者 持得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平衡 那么这张画面 才会显得经久乃看 对 所以好的艺术作品 都是我的艺术家和时代 和岁月共同成就的 共同合作的 是的 好 我们再看看 这幅是赵吉的水墨作品 赵吉的水墨作品不多 但是我说了赵吉 受到了一些文人化的影响 笔墨的表达也是 愿体画家非常重要的一门技能 特别是画院里面 有一位画家叫做崔白 这个也是我五十幅名画里面 讲到崔白的双喜图 那么水墨的表达 是中国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 那么赵吉也受到的 所谓的文人 也受到的前辈画家 比如崔白的影响 他也是用水墨来表达这个花鸟 大家看一下这一片 看一下这一片竹叶 这一片竹叶 实际上简简单单的四笔 把竹子的前后左右 这个方位都表达出来了 这个又体现了他那种观察的仔细 赵吉的花鸟画的写意 实际上他还是建立在非常写真的 非常写生的基础上来表现的 而不像我们后面的所谓文人画家 他开始旺译 驱行旺译 然后是表达了一种意气 但是赵吉的水墨写一画 非常的精准 也是建筑在他的公笔花鸟 写真的基础上 这张画是收藏在上海的龙美术馆 我们再看看下面的 这个是千里江山图也是非常著名的 这个是北宋汉陵图画院的生图 实际上深度是他还没有进化院了 是一个学生 叫做王希蒙18岁时候画的 那么这个也比较重要 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所谓的化学 实际上是一个美术教育机构 那么赵吉实际上非常重视这个绘画 然后把美术教育化学 作为一个科考的制度固定下来了 那么他有考试的制度 每次他要出很多考题 比如说以诗文为题 因为画剂的这个能力 来考试的学生已经都非常厉害了 那么怎么再从这个尖子当中再来挑选呢 他就是出诗 你要体现出你对诗文理解的能力 又从诗文当中能够表达画意 显示画剂 那么化学的这个机构 就是来挑选优秀的人才 慢慢地再进入汉陵图画院 那么王希蒙实际上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技能 但是他还未能够正式地进入画院 这张作品呢 是在召集宋辉中亲自指导下面 完成的一张非常传世的作品 当年他只有18岁 那么这个体现了宋代山水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 一个它是一种立体式的一个呈现 静唐两宋的绘画 我们说它的古着的趣味比较浓厚 它是趋于平面化和装饰性 那么到了宋代以后 这个绘画我刚才说的所谓的写真 它就是更加的立体 更加的辉煌 它不仅有形 有色 还有光 整个山水上面实际上是一张山水的全貌 因为它是首卷嘛 所以说我只是把它作为局部来给大家呈现了 这个是首卷的形式 它把千里江山都融入到这个卷树上面 这个是一种全立体的表达 也是宋代绘画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 那么这个就是可以体现了召集宋会中的教学的一个成果 对 这幅画也太精彩了 而且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包括对画家的一些传说 也让我们现在想来都觉得充满着深意 或者唏嘘不已 我们看一下这个右边 蔡金的提拔 蔡金的提拔 这个提拔就是刚才邵老师讲 咱们宋会中不但是一位自己是一位画家 而且是一位美术教育家 那么这个王熙梦以及这幅画 实际上可以算它是一个教学成果 教学成果 因为我们邵老师也是在上师大的美院认教的 也是一位一位绘画老师 18岁相当于我们本科一年级 本科一年级 您也肯定教过这个很多本科生画画的研究生本科生的画画 我们课程当中有一门课也是来临摹这个千里江山图的一个局部 所以说我说当时王熙梦已经能够完成这样一幅传世的这样名作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您看这个拔肯定觉得更亲切 就是有老师的这个经历 您看它上面西在这个 西在化学为生图 它其实原来是画的不怎么样的 是吧 术以画献为圣公 就是说我几次把我自己的画作献上去 要献给宋徽宗 这画的不怎么样 这个宋徽宗也见得多了 结果呢 看看他水平就是潜力还是有的 对 潜力巨大 上知其性可教 所以呢 自己亲手 亲受其法 半年之后 半年之后 这个突飞猛进 是的 突飞猛进 然后再把这个画献上去以后 黄帝说这个画的好 千里江山图画的好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知道 这个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比如说他原来画的不好 然后再提升 再教育 是吧 就是依赖于蔡经的这片拔 这段小小的拔 这段小小的拔 以刺成经 最后把这个画赐给蔡经了 所以蔡经说 我这个要提几句画在上面 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 主要是突出宋徽宗 本人的这个美术教育的水平 是吧 不光是自己画的好 而且把这个 能够把后进青年 培养成中国历史上的名画家 数一数二的这幅画的成就 王西门本身 他肯定有在美术史上的 非常这个绘画上的天赋 但是年仅18岁 他很多地方还是有一些胆怯的 包括这个功力的这种卷素 是非常昂贵的 包括这个宝石兰 这个孔雀绿 这种颜色也是非常昂贵的 只有宫廷里面才有这种颜料 才有画材 那么他这么大胆的话 一定也是要有后面的 比如说在宫廷的戴招画师 包括皇帝亲自的指导 点播 在他的这个点播下面 完成了这件作品 是 所以我们再看这幅图 18岁的少年 在皇帝的指导下 完成的这幅千里江山图 我们会想 这个王西门 他到底是幸运的 还是不幸的呢 幸运的是他得到了皇家的指点 然后留下了这么永恒的一幅作品 但不幸的是 可能这幅画用进了他所有的才情 很快他就过世了 也就是这样一幅画 年仅18岁就过世了 后面就没有他的记载了 所以说中国画 我在这本书里面提到 王西门的千里江山图之前 我实际上说了这么一段事情 就是说 我说中国画这个画种 就是成熟期 实际上我觉得 并不是早年成熟的 我们看到的很多名作 比如说富春山巨图 很多比如说沈州 文真明 包括董吉昌后代的 袁明清之后的很多画家 他实际上是一个生命历程 慢慢慢慢成熟的一个画种 要他要得到一种人的历练 经历画迹的纯属 实际上他需要年线的 那么这些等到你全面成熟了 对画的理解 画内的理解 画外的理解 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以后 你这个年岁实际上也就上去了 对 所以再看 了解了被你再看这些华丽的色彩 感觉隐隐背后有一种悲壮感 好的 这个是一张 马远也是南宋的一个宫廷画家 为什么我把这张画放在徽宗皇帝作品的最后呢 就是我慢慢要引出我们后半段的所谓的文人绘画了 那么实际上 实际上文人绘画他一种交流的方式就是通过一种雅籍的方式 他也是一种这个当时这个是在驸马 驸马爷王生的这个府邸 就是一方面卷轴绘画一方面最主要的就是院体绘画 就是一种超真的写真的一种技能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派或者是绘画风格或者美术史的一个重点 就落实在文人绘画上面 那么整个宋之后的原明清 实际上是文人画占据了绘画坛的主流 特别重要的一个词汇我们说的就是笔墨 能够读懂笔墨的 那么实际上就进入了这个中国画的系统 如果你不能读懂笔墨 你可能就很难进入真正了解文人画 但是呢文人画这个笔墨又和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已经不用毛笔了 我们现在甚至也不用笔了 只是用手指在屏幕上画 那么对于笔墨的了解实际上有很大的隔阂 那么作为对于中国画的一种欣赏 我觉得就是说特别是文人画的笔墨 如果你要花心思 花时间去理解它 你才能真正的进入这样一个系统 实际上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天地 我们来看一看作品感受一下什么是文人画 好 这一张是我们文人画的代表画家就是书氏 实际上在我的美术教学中 书氏的话是不作为这个我们美术教育的一个范本的 因为这个话很难说 也很难教 它也没有技法 但是它的确是美术史上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门类 苏氏也是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 那么苏氏的所谓的文人画我大概解释一下 文人画又叫做士夫画实际上以前是有官职的 它的这个有身份的 是大副官职身份的人来从事的一种游戏的绘画方式 后来也有一些是以前有官职 后来他就辞官了 在后面的明庆以后他就是有一些书香门第出生的读书人 他并没有官职 那么把这一类人通常他们所表达的绘画称之为文人画 那么文人画最主要的两个特点 一个它是绘诗文 它有一种文学的修养 另外它能够有书法的技能 绘画的曲型并不是它的一个主要技能 但是它从画的形迹之外得到了很多的画外的功夫 我们说艺也好 气也好 韵也好 将这些东西注入到绘画里面 实际上是打开了绘画的一个新的一个境界 我们就看看这样的一幅图 这个枯木怪石 我们该怎样欣赏这样一幅画 必须要跟他的人生 跟他的诗文结合在一起 这两件作品 上面一件枯木怪石图是2018年在加士德拍卖 拍了4.6个亿 下面这张是苏东坡的肖香竹石图 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实际上现存的比较靠谱的两件苏式的真迹 对 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了 其他的已经没有了 是 像这就几笔嘛 对吧 一块石头 一个枯木 为什么卖得这么贵呢 方老师说说您的一些观感 为什么卖得这么贵 它是苏东坡嘛 随便几笔 是吧 我很有幸啊 邵老师 我记得几年之前 我们这个 你曾经临摹过这幅 这个空木怪石图 对对对 然后送给我一幅邵老师临摹的这个 我也是近距离看了这个邵老师对于苏式话语的传达 我们有一个小博物也是请方老师来讲讲苏东坡的这个诗文 印象特别深 那么他这个话当然真伟 现在学术界还是有一些讨论的 是吧 我们有些前辈徐邦达 张恒啊 这个这个 他们几位呢 是认为是真的 但是也有人从这个提拔的角度啊 说这个好像不是很可靠等等的 那么我们撇开这个问题不谈啊 仅就这个话来说 大家看 它引了这个《米符的画室》里面的这段话 对 这段《米符》的这拔实际上很能体现 书是当时创作的那种心境 心境 它这个心境呢 实际上就两个字了 就是胸中盘育 盘育这两个字 胸中盘育 对 它是种盘育之气 盘育之气 盘育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郁闷 上海话来说就是乌拉不成 心里发发老骚 但是呢 它又有情绪要表达 所以呢 它就画了这么一个枯木怪石 你看它这个树干 这种纠结 纠缠 有趣的 哇塞 哇塞 特别这个盘去的这个树结 一般画画不太会画这样一个东西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看到了 一定把它忽略掉了 但是苏氏在这幅画当中 你看它左边的这块怪石 右边的这个树 画到了这个两分之间的地方 它弯曲了一下 那么我在这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动足了脑筋 我觉得这个一转 实际上是把中国美术是转了一个方向 这个说法太有意思 太好了 大家看刚才看王熙梦的也好 看宋徽宗的也好 大家当然是很佩服他的那个精雕戏客 但是我们恐怕心里面还藏着一句话 他们的那个院体画看起来有点俗 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是受过文人画的 这个欣赏的这样习惯的影响 所以呢 会觉得虽然精工细作 但是中国好像有一点无彩斑斓 有点俗啊 然后我们 降气 是吧 我们心中更欣赏的 像苏氏也好 像泥战也好那种 直书兄弟 很淡雅的这样一种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文人画的 文人画的这个邵老师说一转就转过来 就转成这个样子 实际上大家别看它寥寥几笔 就像书法一样勾勒几笔 实际上它对于中国绘画的意义 我觉得不亚于这个院体画的精工细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大家到这个国外的很多美术馆去看啊 像文艺复兴啊 包括像十九世纪这个新古典主义啊 它也可以做得非常非常逼真 有的比照片还要看上去还要逼真 那么在逼真这个方面 而且它讲这个焦点透视嘛 我们是散点透视 在逼真这个方面呢 其实中西就是说都可以把它做到很深层次的一个程度 但是在这样一种写意的就书写胸中盘育的 这样一种带有文人气的这个作品里面 这西方绘画比较少见 它当然抽象画也有一种非常简单 但那个不太一样 这个真正是反映了宋代这个时代 北宋时期啊 就是文人他既是大文学家是吧 散文家诗人书法家又是书法家 又是官员 因为他受挫了 他为什么盘育他官场上面不得意是吧 苏氏被弄了一下子 然后他又是画家 这样己从身份的一个结合 才产生了这样一种文人化 直输胸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实际上是很深远 对 为什么4.6个亿 为什么这么有意义 他就是要托物寄情 实际上文人他心里面有很多情感 书法是他的情感表达的方法之一 诗文也是他的情感表达方法之一 但是他觉得绘画也是一个很好的形式 我何不常用绘画来表达我的情感呢 是吧 那么绘画一般大家习以为常的 我要画得准 画得有形 画得漂亮 但是苏氏觉得 我不是为了追求这个形的准确 我不是为了表达客观事物的精妙 我要拖这个形体来表达我自己的情感 实际上它是一种对绘画的另一种 解释 得意忘形 这样的一份 哇塞 就让我们的中国画的这个审美 通向了内心 这里实际上是一首 苏氏非常重要的 它不仅仅它是诗文 不仅它的书法 不仅它的这个绘画 很重要 它在艺术理论评论上面 它有自己的建树 实际上它的绘画和它的艺术理论 实际上是一个综合体 它有自己的理论 它才能够把自己的绘画能够表达的清晰 它的意境能产发的一个明确 比如说它说的 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林 富诗必此诗定非 定之非诗人 实际上它觉得就是我不是跟你谈论行准和行不准的事情了 我一定是要表达我心中的盘域之气 我要把我的近况 我的郁闷 我的遭遇 我的经历 通过我这个笔墨的书写 文人画最擅长的就是笔墨的书写 来表达我自己的这种情感 那么所以说它为自己又提到常行与常理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所谓的常行就是 人物情鸟 器物公式 这些东西是有常行的 这个行大家一看就知道我画的是什么内容 但是还有一种是没有常行的 就自然界当中的风啊雨啊云啊水啊 这些是变化莫测 但是又离不开它们 整个气场 整个绘画的气韵 都要靠这些无常形的东西而显现出来 那么他觉得这些无常形的东西 也正是文人想表达的 这个意境 那所以说他说可以没有常行 但是呢我必须有常理 他说从这些无常形的内容当中呢 又总结出了很多常理 所谓的这个常理 我感受可能是规律 自然的规律 可能是一种绘画的理念或者是理法 那么他把这些理的东西 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然后在这个行的方面 他就是得意忘形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说这个画的像不像 但是我们看很多话 我们说这里的这个气息怎样 我想这种气息应该就是他说的这种无常形的东西 对无常形的东西 所以说现在能够画得准已经是一个不稀奇的事情了 我说你这个画画得栩栩如深 并不是在表扬你 所以说中国绘画它有很多形外的东西 方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这首 刘良佐的这个提拔诗 我回到这个提拔是在这个画面的右边 左边 这个是刘良佐的一首 对这个是刘良佐的 旁边那个字稍微大一点 是米符的 就是我们现在认为这个是是画是苏式画的 以及说不是苏式画的 那么这个是和不是呢 这个依据都在这个刘良佐和米符的这个提拔里面 刘良佐这个人除了在这个画上出现过一次 就这个刘良佐是无考的 就是在其他地方 宋代也有同名同姓叫刘良佐 但肯定不是这个人 那么据他说呢 他是见到一个润州 就是镇江一个姓冯的人 然后那个人器官入道30年 当时已经70多岁了 但70多岁呢 他因为这个入道嘛 头发都黑的啊 状态非常好 精神状态非常好 然后给他看 给刘良佐看东坡的牧师图 就是枯木怪师图 是吧 然后呢 就刘良佐说 我这个回报一下嘛 就在头上提了一个诗 那么这个诗呢 就在旧梦云生时 这首诗啊 叫叫芙蓉木托伊 这首是五颜诗 然后他说人约海悦翁同父 这个海悦是谁呢 大家熟悉书法史 画史就知道是米符嘛 米海悦 他说我还约了这个这个米符呢 也写一个 也写一首 然后底下是他落款 上摇 上摇 刘良佐 这是江西人 那么后面呢 有一个辅刺运 就是底下一页有一个 米符那个字稍微大一点 辅刺运就是 米符接下来写了 你不是叫我写吗 然后我就写了一首刺运诗 也是一首五颜诗 是一首刺运诗 那么这个两个东西合起来 实际上就为这幅画 我们说是苏式画的 大概是什么时代画的 提供了一个依据 是吧 一个依据 基本的依据所在 但是呢 在这个 这幅画被拍卖的 前前后后 学术界有很多很多的讨论 包括这个 刘良佐这个人的身份 是吧 包括米符的 这个 米符的这个称呼 海悦翁 包括米符的这首诗 他的那个字迹 跟米符 我们通常看到的米符 当然米符自己是也有变化 但是和我们通常 所看到的米符的这个手机 好像风格不太一样 因为有些差异 有些差异 用笔轻条 对 速度会比较快 比较快 一些细节有些不一样 是是是 所以呢 那么怀疑的疑点也在这里 那么我们当然大多数 可能还是把它作为一个 苏式的话来讲 因为这个话实在是太有 太有特色 而且太太盘育了 是吧 包括黄定谦 包括米符本人 都讲到他这个画画是盘育 这张库木怪石图 也是我们这个小时候画画 美术史上必定出现的 这样一幅作品 早年是流传在日本 后来是这次经过拍卖 好 我们再看看下面的作品 因为苏式的作品实在是非常少 刚才两件是苏式具有代表性的 那么这一件呢 实际上是元代赵孟府的一个作品 一个局部叫做秀石 苏林图 这张画呢我也在这个书中的写过 那么这张画比较重要的就是赵孟府实际上是摇接了苏式对于绘画的这种理解和想象 但是赵孟府比较有力的条件在于他是又能写证又能写意 他人物山水花鸟公笔仲裁水墨写意样样之全 所以说他有很他有底气或者他有胆气来表达苏式所想表达的那种写意的抒发情性的那种状态 那么这是一个局部大家可以看到和赵孟府的这个局部相比较 和赵孟府的这个局部相比较 苏式这个略微显得有一些些剧情 那么赵孟府这个画得更为潇洒你看他这种册封用笔 这个飞白这个专用名词叫做飞白 也就是笔墨在纸上迅速的这个滑动留下的这种空隙 我们称作为飞白这也是一种笔法飞白非常明显 那么这个赵孟府在这个这张画的左边也提了一首他的题画 这个题画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文人化的进入到元代 作为一个非常鼎盛的元代 以笔墨为主要造型语言的这个时期 书画同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理论 这也是既苏式所谓的无常形有常理 既苏式的这个论化以形似 建于儿童林 对那么赵孟府有这样一首 这个实如飞白目如咒 写足还语八法通 若也有人能会此 须知书画本来通 那么这个书法和绘画最终它合二为一了 那么这也是我们现代人对于中国画的一个固有的一种想法 觉得好像中国画是灰灰洒洒 寥寥树笔啊就可以有一种表现的状态就完成了 很潇洒很潇洒 但是呢这个绘画从这个元代发展到现在 它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一个流变的 对所以苏式它是一个文人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它本身的画迹和基础可能还没有到达这样的一种状态 苏式梦想自己也希望能够画成像李承范宽这样精妙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赵孟府他有这样的技能 他又能够把这样的一脉继承下来 所以成就了这样的一种文人画的状态 赵孟府摇揭了所谓苏东坡的这个绘画的理想 让它继续发展 而且赵孟府把苏式这个笔墨运用到了山水当中 树石枯竹相对来说比山水简单很多容易表达 但是山水它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就非常难 但是赵孟府借助于这种笔墨完成了两颂非常精细的山水的一种写意性的表达 好 我们再看看下面 这个是苏式重要的朋友圈里面的一个人物 就是刚才说的米海岳 米芙 上面是米芙的珊瑚帖 下面是米佑人 实际上历史上称为大米和小米 实际上米芙本身它的绘画技能和苏式一样 并不怎么样 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才情的艺术家 他也能画 但是没有流传下很好的作品 那么米佑人是他的儿子小米 在米芙的基础上二人创建了所谓的米家云山 那种水墨的点燃表现出江南烟云的朦胧的那种云卷云书的那种气质 这也是文人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 因为苏式的作品不多 我把这些作品归为一类 来大家欣赏一下 都是受其影响的 这个也是苏式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有文童的墨竹图 这张画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我是看到过真记的 这张画不小非常大 然后它浓墨为竹子的正面 背面淡墨 用淡墨写竹页的背面 然后看上去像影子一样 从从叠叠 实际上是有一种示范的那种效果 右边这张叫做李方英 是扬州八怪清代画家 实际上他们的写意的传统 就是从苏式的文人写意的一脉相传而来的 你看他们画的竹 实际上也是不求形似的 和赵吉的那种小的竹子 精妙的竹子完全不一样 他就是写一种姿态 写一种气象 写一种意境 苏式家的胸有成竹 就是讲的是文童 就是他心里面有一个竹子 然后把它画下来 就是一个竹子 他说竹子是一节一节长的 他说这竹子实际上不是一节一节长的 它就是这么一下子长出来的 然后他还用珠红颜色来画竹 文童说世界上没有珠红颜色的 他说这个你可以用墨画 我为什么不可以用珠红颜色画 所以说文人画对于这个绘画艺术 他有自己的这种创意 我觉得这也是比较了不起的一遍 这就是当时的当代艺术 是的 这又是一个文人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也是他们朋友圈的李公林 这位画家和他们不同的就是 这位画家的造型能力非常强 李公林 这件作品是在 我是在东京国立博物馆 当时是颜真清书法大展里面展出的 这张画好像失踪了好多年 数十年 终于在这个大展中出现了真容 我们以前认为这张画是水墨的 没想到它这里还有颜色 画了一些颜色 画了一些颜色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的猜想 可能是后世的一种好事者 帮它涂的 这里非常重要的就是一点 就是白描和白画 这也是文人画非常重要的一个绘画形式 白描实际上是一个稿本 就像绘宗画节花鸟一样的 它没有颜色 它是一个线描的造型的稿本 但是李公林将这些线描造型的稿本 通过它非常有变化的线条 纯粹的墨色的线条 表现出这个物像的质感 物像的体态 而且线条本身是具有美感的 那么成为了一种独立欣赏的绘画 我们把它称作为白描 白画 然后在白画上面 它略是淡漠的渲染 也是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人画的一种品类 这张五码图实际上是非常著名 也是我在大学时候临摹学习过的 下面有一句黄庭坚的诗 这个我觉得和诗和画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表达 他实际上黄庭坚的这个诗就是讲这个李侯嘛 就是讲李公林 他正好讲出了中国这个画和诗之间的关系 说李侯有句不肯吐 淡漠写出无声诗 就是他诗句是已经在他肚子里 但是他觉得光用诗这种形式还表达不出 所以用淡漠 大家注意淡漠实际上就画出了这幅画 但是黄庭坚把它叫做无声诗 那么就牵涉到中国古代 我们叫画叫什么呢 画叫做无声诗 诗叫做有声画 或者说呢画叫做有形诗 诗叫做无形画 这中国古代的这个文学批评里面 或者艺术批评里面 一直是有这两种说法 一直把诗和画这种对我的关系 实际上像我们的山和水 天和地日和月一样 既是一个现成的 又是变化无穷的这样一种关系 又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对对对 所以诗和画真的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 这张也是北宋末年 非常有意思的一张乔仲长的后置壁图 后置壁图 这个也是最早的画室中 画苏式赤壁图的 以绘画形式表达的这样一个作品 实际上这张作品是一个手卷 因为手卷非常狭载 非常细 我把它变成了一个局部图 跟大家能够看得仔细一些 这个也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 就是文学的插图 最早的我这本书里面 第一篇是叫做《洛神富图》 就是顾凯之按照曹子的洛神富来绘画 把它这个文字的内容转化成为一个图像 那么这也是沿袭了绘画的一个传统 这也是一个白画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也是一个手卷 手卷也是中国画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形式 那么在我的这本书里面 时常要提出一些这种所谓的专业术语 也是通过我自己对一些文献 或者自己的一些理解 把它能够解释给大家听 那么这一张画里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特点 或者是一个亮点 实际上是在这个影子 这个人物后面有影子 这个是中国画一般来说是不画影子的 它只有线条 只有形 而没有影 这个是西方绘画会有影子的出现 那么这张画的影子并不是他想画这个影子 而是和这个文艺 文艺相符合 那么所以说我把这张画 在我书中取了一个题目 就是一场月光下的赤壁之旅 我们请方老师来说说这个文艺 对 一看这个名字就有它跟这个诗文联系太密切 是的 对对对 这个这个实际上不是一个诗译画的 它是复译画 画的是那个后赤壁赋的复译 我们俗系苏世生平的就知道 他在这个 在元丰年间遭遇屋台试案 然后就贬到黄州 黄州有个地方叫赤壁 然后就去游 然后写了这个前赋和后赋 前赤壁赋后赤壁赋 那么前赤壁赋 当然这个地位好像更高 里面有主客问答 讲到宇宙无穷 人生有限 这个道理我们都很喜欢念 但是呢我也跟很多朋友交流过 这个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有很多老师其实是更喜欢这个后赤壁赋 后赤壁赋呢写的更更随意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这也是名句 然后讲几个人去爬山啊 最后呢又是这个这个巨口细灵 撞入松江之炉 又有那个鱼 是吧 最后还梦见了一个一个道士 有点有点诡异的啊 这个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故事 那么他更随性 我觉得他有一种苏世 在当时被贬黄州的时候 到了元凤五年的时候 那一刻啊 他心里面啊 既有一种文人的洒脱 就是我不以人生这种挫折为意的啊 这样一种洒脱旷达的表露 同时呢 对于自己的未来呢 也有一丝不安 因为他毕竟那个身份 还是背贬黄州那个身份 所以在这个后痴弊父里面 是显现的比较真切的 我个人一个看法 所以这个乔仲长这个人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 然后他在这个后痴弊父 他选择了后痴弊父 作为他画画的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内容的来源 而且他你看邵老师这里 把这个实际上那个句子 就是后痴弊父里面的句子 都是他提在画上的原句 我觉得这个人也是 应该说对苏氏的内心 或者对他的精神 在黄州世纪那种非常敬仰 他选择了这么一段内容 然后这个赤壁诗意图也好 赤壁的东坡游赤壁图也好 我刚才也 我们在休息室的时候 跟邵老师随便聊起 说不光是这个中国古代 后世有很多人画过 明清画家 比如说明代的文哲铭 文哲铭 文哲铭 对对对 无数的画家来反复来画这个名片 对对对 包括东亚的东亚的 我具体忘记是哪一个日本啊韩国啊 东亚的东亚地区的画家也有画这个 因为出于对苏东坡的景仰了 但是这个源头就是赤壁这样的一种画 苏东坡赤壁的这个源头 实际上就是在北宋末年的这个乔仲长这里来的 是乔仲长是北宋末延 相传是李公林的一个学生李公林的学生他唯一流传下来的作品仅此一件收藏在美国奈尔逊的博物馆 这张手卷也是非常精彩这种笔墨的这种线条啊这种线条这种造型然后还有非常有这种文气啊 这也是送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方式 所以其实邵老师选的每一幅画 他都有一个成前起后或者开创一个 对我想这每一幅画它的意义的点 要告诉你的点我实际上是最想表达的 它是哪些意义 对于后世有哪些影响 它的技术方面有哪些创举 那么最后这张也是书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友 他这个舞台上也是千年入狱 王生大驸马王生 那么这张画呢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叫做燕疆的帐图 也是宋代的山水画的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表现 是一张青绿山水 我放了两张前面这张是青绿 后面还有一张是水墨 那么这张青绿的山水呢 实际上和原来的北宋的其他山水有些不一样啊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王熙盟的千里江山图 比如说郭熙的早春图 那么实际上这个主题呢有些转移了 我想它是一种贬折山水 这也是美术史家的一种研究 他觉得这个山水实际上体现了 当时一些贵族或者是一些大臣经常会有贬折 然后会非常迁徙 然后在旅途当中看山水 比如说他这片浩渺的这个江面 实际上我觉得从形式感来说 这个非常行为 这个话山水不是放在画面的正中的 而是放在了画面的一端 然后大部分是一种缥缈的这种空间 那么实际上也就是他们一种 游荡 贬折 迁徙 那种时间和空间的一种表达 那么这个呢在这个王生的山水画中 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工笔的线描加上笔墨的村擦 也是宋代绘画山水画的一种成熟的一种表达 我们看看这个 好 这也是王生同样有另一张作品 叫做《燕将叠章出的水墨版本》 也是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这张版本的后面有一段 苏式的提拔苏式的诗 这个也是体现了画家 收藏家 和互相之间的一种唱和 一种诗情画意的那种表达 是 这幅画我倒是在上博物 看到过 看到过 第一次看到这个 它落款是原有三年 我一看是苏式本人的那 我激动的不得了 这个原有三年 折中的年号 那么它后面这个部分 就是刚才我们把苏式的题字 就是做成诗文 就是这个 这是一首苏式题的这个题画诗 书王定国所藏《燕将叠章图》 这是一首七言为主的一首杂言诗 因为后面有几个句子比较长 它不止每一句七个字 是吧 它有长短 对 有长短 所以是一个杂言诗 但是它有七个字为主的 那么这个画呢 《燕将叠章图》很有意思 大家看它是王胜画的 王胜当时在那批画家里面 他算是一个 你不能说是领袖人物 但是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穿针引线的人物 是的 好像据说美术技演家 就是召集年轻的时候 和王胜也会带他到王胜的朋友圈之间去玩 包括帮他收藏一些著名的绘画作品 对对对包括西原雅极图 那个西原其实也是王胜的 王胜的家里面 一个沙龙主人 他非常爱好文艺 那个苏氏舞台事案被被捕 到胡州去抓他 抓他趁他朝廷还没有赶到之前 通风报信也是王胜得到了消息以后 派人先把这个消息告诉苏哲 苏哲再派人骑的快马 然后到胡州去要告诉苏氏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人跟他们的朋友圈里面 他地位很高 很关键 那么这幅画根据苏氏的这个诗来说 他实际上当时是藏在王定国手里面 王定国就是王拱 王拱自定国 我们现在很欣赏苏氏有一句词 叫此心安处是无相 这个就是实际上不是苏氏本人讲 是王定国的那个妾 那个氏妾讲的 苏氏把他的话就写到这个词里面 所以这个王定国这个人也名声也开始大起来 那么我们看这首诗呢 它主要是描写那个画面的一个场景 它的地点 比方说武昌饭口 这个幽绝处是这个地方 是吧在湖北 然后什么季节 春风遥江天末末 这个是春天 沐云卷雨 山涓涓 这个是春天的夜晚 黄昏的时候晚上 所以这个如果说画里面有这种公笔的话 那么我觉得像这个苏氏的这个书 王定国所藏的《燕江碟障图》 这个诗啊好像也是像一首公笔诗 当然没有这么一种说法 比较写实的说法 写实的说法 把这个画面的这个地点啊细节啊情景啊都写出来 而且是非常优美的这个诗的语言 我觉得这个只有苏氏能够做到 而恰恰因为这幅画不是苏氏本人画的 等于是他的好朋友画的 所以呢他这个作为一个观看者 他能够充分的把这个东西转化成文字 有时候他自己画的 他已经把意思画在里面 他倒很难写了是吧 但是他别人画的他就可以用文字 就是说你画的好 我是同样可以在线这个画的一景啊 所以啊今天 好的 今天我们这几张图就放到这里了 对 其实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幅图都是有选择性的 它的背后都是有深意的 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讲座 其实邵老师这本书里面的50幅图 每一幅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 和它给世界文化中国文化带来的一些改变 所以今天我也想问问我们现场那么多朋友 最后我们也留一点时间给观众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邵老师方老师吗 有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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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